台北黨部的召集人何成輝 我們今天是我們台北黨部要正式來公佈 激進黨在台北及新北選區的參選人的名單 我們知道其實台北和新北是台灣資源 政經資源最集中最充足的地方 可是我們看到在這個地方 在充分的資源 充分的人力 人才底下 卻沒有能夠建構起一個有我們自主性 有我們永續發展的一個政治經濟結構 反而在國民黨以及這些所謂的兩岸一恰心的 所謂的山寨版中國人的主政底下 變成了一個需要實時依附中國 甚至需要搖尾起連 甚至希望當門戶 而不是當主體 的一個奇怪的城市和政治經濟結構 也有感於此 在這樣僵固的政治經濟結構底下 不是黨派的利益分章就變成了派系之間 世襲的政治經濟的傳承 這樣的情形我們覺得這是不可忍受 而且有必須要打破的 這幾年來我們常聽到一個台詞 就是大家說新人新政 可是新人新政不代表說我們提出了新的人 一個沒有參政過的素人就是新人 如果他的滿腦子裡面都是城府的 將鋼思想都是城府的中國利益結構 那麼那不過是換了一個新品來裝舊舊的 一個政治經濟結構 那也因為如此 我們希望未來的政治是以理念的競爭 標局理念而不是利益或金權來進行政治的運作 所以我們這次三位的候選人都來自我們大台北的基層 他們在這裡生長 在這裡工作 也在這裡感受到了台灣的危機和苦痛 那也就因此我們認為要讓這樣的聲音 讓改變舊結構的理想 在台北 在新北發揚 生根 茁壯 所以我們在這一次的選舉中 我們也提出了我們的 在三個選區中提出了我們的候選人 那首先先請我們的基進黨的黨主席 陳一琦先生跟大家以及三位候選人說一些話 謝謝 我們候選人可以起來 各位我們記者朋友 來 候選人在這裡 各位我們記者朋友 大家過早 大家好 今天很開心 在我們台北的街頭 要來選擇到我們基進黨 在台北市跟新北市三位候選人 這只是第一波 我們第一波的題名 在台北三位流星 首先我要大家報告 我要大家報告 在台灣目前的政治的選舉當中 我認為我們台灣人民 市民小民 不管他們是政治能感 還是說他們對現主席的政治全都很抱怨 其實都反映到三位 都反映出 其實台灣社會這個都市裡面的人民 對我們目前的政治非常非常分化 有的人的分化 他是用能感做表現 有的人的分化是用抱怨 是用孫民 是用Cineco的這個方式來做表現 但是我們認為最快的積極 最快的正面的方式 就是說如果認為台灣目前的政治出現了問題 我們就去把他衝撞 我們就去把他弄 我們就去把他蓋 我們重新進入政治體制裡面 來改寫當下我們所不滿意的政治遊戲規則 這個選舉政治遊戲規則 過去台灣目前的政治有兩大難題 第一大難題 我們先不要說外面中國的因素 就回來我們自己台灣的大室裡面的一個問題是什麼 這個問題就是過去台灣民主專行當中 曾經我們希望說台灣的競爭的政黨 理論上都應該是本土政黨 比如說過去你政府曾經要中華國民黨做本土法 但是他兩千年以後 國民黨的這個本土法的過程當中 他受到了反錯 所以後來兩千年以後 你看到台灣的政治都穿穿著什麼 我們在說的藍綠對立 什麼叫藍綠對立 藍綠惡鬥 我們都很抱怨藍綠惡鬥 但是我們要了解之所以有藍綠惡鬥 就是我們台灣社會有一個扭曲的狀態 也就是有所謂的非本土 以及本土的政黨 理論上在台灣這一塊島嶼上 進行政治競爭的這些政黨 都應該是在地的政黨 應該是以台灣利益優先的政黨 但很平衡的事情 我們在民主專行當中 這件事遲遲沒有發生 所以既進黨一直主張 台灣未來如果我們要用一個新的共和方向 去走的時候 絕對需要第二次比民進黨 競爭本土的政黨 這是台灣社會過期我們催生出 第一次本土的民進黨 這個立書人物之後 第二部立書人物就是要讓他 第二次真的比民進黨 競爭本土的這個 競爭理雄勝 競爭在意社會公義的 第二次的本土政黨 競爭本土的這個政黨 這是一個歷史任務 基進以2014年 他從2012年由高雄開始出發開始 到2014年參政其實都秉持著 這樣的一個歷史任務的初衷 第二我們有第二個歷史任務 就是當下台灣進的選舉遊戲規則 我們都以為我們是一個民主國家 但是我給大家報告 不是 我們只有一般的管理 我們有選舉款 我們有投票款 但是一般的市井小民 如你我素人們 事實上其實是沒有被選舉權的 你自己看 現時的選舉的政治門檻 被堆疊的這麼高 只有選一個議員要花幾千萬 因為南部選一個議員要花幾千萬 在台北有可能不需要花幾千萬 但是在台北 大家都必須要博取知名度 有知名度才能夠當選 沒有知名度 完全當選的可能性是不在的 所以為了要博取知名度變成什麼 媚俗 這些東西變成是你必須要洋氣 你必須要拋去你的政治價值 拋去你黨的政治價值 來玩媚俗的 偷選民的政治遊戲 這些都是我們當下台灣人民 其實一般素人 一般有政治改革熱情的年輕朋友 他們沒有辦法進入到政治體制 改寫他的門檻 這個東西如果台灣民主深化 我們要民主深化的下一步 就是要讓現在的選舉權裡頭 只有我們的被選舉權的缺乏 他的這一塊我們要搶奪回來 讓我們台灣人民 在那裡頭皮的看起來 我們也有法度 只有你有政治上的改革的一情 以及你有力 你理論上應該 可以一次到政治的場域裡面 來自人民的民意代表 來替我們人民進行發聲 這是我們民主深化必須要走的 第二個歷史任務 所以基金的這個理論上的政動 在大台北地區絕對不能夠缺席 所以我們在那個士林北投 我們推出了王應新 我們在那個新北的那個林口 新莊泰山這一區 我們推出了Anita 張書庭 我們在那個內湖南港 我們推出了小小禎 他們三個就是我們一般的上班族 就是我們一般的基層的 你看到你生活周差看到的 很平常很尋常跟你以我一樣的上班族 這是我們台北三位女性 所謂的激進女力站上台北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基層的市井小民 上班族OL 他們對我們目前的政治結構的 一場逆襲的運動 讓我們入政來改寫我們的政治遊戲規則 奪回我們的被選舉權 讓我們只要有政治改革熱情的人 都有機會可以被選舉 謝謝 謝謝主席 接下來我們分別介紹我們的三位候選人 第一位首先我們是在台北市第一選區 士林北投的王應新 各位先拜 基層的好朋友 各位媒體先進 大家好 我是基層黨在士林北投 提名的市議員候選人 王用新 王應新 台北是我的故鄉 我在這裡吃頭路 也在這裡大閒 我們在台北市把中國國民黨叫下來的時候 也不叫是說台北的跟過去 不一樣 但是這幾年來 從士大運開閉幕的爭議 到中國新歌聲的中國統戰的這個文化統戰 還有到在西門町拿著五星旗打人的統促黨 到前陣子闖入北社之中的中國報名 我們都可以非常清楚地去看到說 中國不放棄到現在都不放棄 併吞台灣 台北 竟然是中國黨要拿下來的一個藥杖 在過去一直到一次又一次 跟中國實力對抗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竟然可以去確定說 台北 需要一個可以對抗中國統戰的政黨 台北不可以跟中國一家親 不可憐一家親 台北市議會需要基政黨的力量 目前我們的市長 台北市市長正被統戰當中 我們獨派的夥伴們 也受到中國報名的這個暴力威脅 中國統戰 中國統戰用企業包裝 用文化 還有用商業的這種形式來洗腦台灣人 來催眠台灣人 雖然我是小黨 沒有像大黨的主管 雖然我二十幾歲 但是我不是草莓族 那種認為說 一定要靠中國才可以成功的 那些人才是真的草莓族 我們有理想 有力量 有創造力 我們希望 我們期待有更多的青年朋友 認同 我們希望讓政治的結束 讓社區的親自這個力量的朋友 和我們作為對抗中國統戰 讓我們用力量來改造政治 改變我們的社區 以上就是我基政黨王用心的議政選演 感謝大家 接下來我們請新北第二選區的張舒婷 各位媒體 各位媒體先進 然後各位前輩 然後基進的好夥伴 大家好 我是張舒婷 我是基進黨在新北選區 唯一提名的參選人 我所參選的新泰武林區 是一個區域發展差異非常大的選區 特別是泰山五谷跟林口新莊 有著完全不同的生活型態 與發展需求 過去在區公所服務的經驗讓我清楚 民意代表 除了解決市民基層請託的問題之外 有更大的責任 在市議會 針對區域發展差異的問題 來提出全盤的檢討與規劃 我所參與的新泰武林區 可以說是在台灣中小企業 發展最密集的區域 這個區域 將來所要面對的 是中國的磁吸壓力 是中國資金的強勢入侵 要如何處理 越來越嚴重的人才外流的問題 需要新的思維 需要新的力量 新北市 是目前國民黨 唯一掌握的直轄市 過去在黨國時期 迫害鄭南龍的爪牙 很有可能就是這一次 國民黨推派出來的市長候選人 因此 新北市更加需要一個制衡的力量 更加需要一個堅定對抗中國的力量 更加需要一個激進黨的力量 更加需要新政治的思維的力量 新北市需要一個人 來告訴未來的市長 新北絕對不能用過去的 傳統的治理方式來治理 我三十多歲 是一個正直發展人生事業的年紀 我非常清楚 傳統選舉的思維 對於青年參政 對於小黨參政 有多麼的不公平的劣勢 但是難道政治 只可以讓有錢有勢的人才可以參與嗎 我們不可以讓新北市的青壯年族群 沒有未來 新北市是我生活的地方 我叫張舒婷 請和我一起打造 共同疏活的新北市 謝謝 我們謝謝舒婷 那接下來我們介紹的是 我們在台北市第二選區 提名的蕭小禎 各位省政 各位基政的優子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 大家早知道 我是蕭小禎 我將代表基進黨 帶我立台北市 南港來的市議員選舉 在我的選區 有台灣最多的文化創業人材 我本身是一個設計師 在我創業過程當中 我發現台灣在地文化創業 其實有很多很好的想法和發展 很多在哭小禎的年輕人 都很想要從這個創業出來講返 他們需要的是政府進黨的支持 但是在台北這個環境來 年紀以來 社群和家族 這些事情都和中國政府百社會 這也是今天我們基進黨 三個政治素人 站在這裡 基進黨的台灣 教育導立政治 導立選舉最重要的原因 在這裡 我要向柯文哲市長說 台北要因為一個一流 對文化生涯優勝的度子 方法絕對不是外國的中國主本 台北需要很大的政治委員 經濟的交流 我們要幫助選舉的事件 不是對中國主本的導航 文化創意生涯 文化創意生涯 主要 警察自由的創作空間和環境 不是中國價值的縮白 在這裡 我也要向柯市長說 我要向柯市長呼籲 台北價值不是中國的挑戰 台灣在二空一流的台銷後 我們的經濟已經漸漸躲在中國的控制 各項所理也開始都在變好 過去中國國民黨一向 全部都向中國的鼓勞 不是我們的選舉 向北的議會需要堅定的力量 跟大家說 台北不是中國的挑戰 大家跟大家說 中國市長不是我們為了的選舉 今天 我們基進黨 我們三位候選人 站在這裡 導致市議員選舉最重要的原因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小禎 那接下來我們請 請我們的那個黨主席 給三位那個參選人 受帶 第二位是那個 銀鑫加油 加油 我要畫銀鑫打畫共鑽 同應 王永鑫 OK 大家要不要兩聲 開心 王銀鑽 動鑽 王銀鑽 王銀鑽 動鑽 OK 好 接下來是 那個書庭 張書庭 動鑽 來 張書庭 動鑽 張書庭 動鑽 張書庭 動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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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書庭 動鑽 OK 來 來 再來是 消息 杜 杜 動鑽 小斬 動鑽 洞算!洞算! 好,最好我發基金,我們大家發洞算喔 好,還有三位嗎? 那個,現場我們來了一位貴賓 那就是我們的好朋友,知名作家馮光遠先生 那請馮哥和馮光遠先生給三位參選人一點鼓勵 其實我自己是這個政界裡面的敗將 所以這個也提不出什麼特別好的意見 所以當初提的一個最好的意見是說 你們一定要把這個涼火,就是錢要準備夠就好 因為至少你要準備一個這個所謂的這個報名費 這叫什麼?登記費 登記費 那民主政治裡面參加選舉還要登記費 我覺得這是有點值得考慮的事情 其實這些朋友,有好幾位很早之前我就認識 我的同事,在不同的單位的同事 我在選舉的時候,他們都有來幫忙 然後裡面有好幾位,我後來離開政治之後 那他們全部這個也離開了我當初加入的那個黨 然後直接最後全部進入激進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當我們今天來做政治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有核心價值 那激進老實講,是我少數見過幾個所謂的新興政黨 那實力裡面,核心價值講得最清楚 核心價值堅持的一個政黨 這是為什麼我一直願意在各種的場合幫他們發聲 包括在2014年,我就曾經去高雄幫他們一起掃街 那時候我其實也很忙 可是我覺得,如果今天一起主導一個黨 還有陳輝在這邊的話,我覺得我可以放心 所以各位年輕人,你們一定要加油 政治裡面其實會看到很多很污濁的東西 那如果你們跟我一樣,看到一些污濁的東西就離開了 那我覺得這東西做不下去了啦 你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不要跟我一樣 一定要堅持,一定要贏,OK?加油 好,謝謝鳳哥 最後讓我們喊一個口號 那我會先喊那個激進女力 那大家喊站上大台北 好,來,激進女力 站上大台北 激進女力 站上大台北 激進女力 站上大台北 好,謝謝大家 請問媒體的朋友有沒有要提問 或者是 我們那個激進的共同證件 是要讓城市可親,讓政治可擊 也就是我們要打破這個政治的高牆 過去一直都是在黨派和派系的這種把持的政治 我們認為必須要被改變 而未來的政治應該是以理念來做競爭 而不是以金錢權勢和你的政治利益來做競爭 這是我們的共同證件 我講一下 小小小講到那個 陳輝講到這個 我就是要補充一點 就是說 這個是台北市的共同證件 也是激進在那個全台灣各地候選人 我們如果有辦法進入議會 會提出的一個共同證件 所以它算是全國性的共同證件 剛才在講這個東西 我們剛才講到說 我們這一次的slogan 我們的主軸 叫做讓政治可擊 讓城市可親 讓政治可擊的意思就是 我們要奪回屬於我們的被選舉權 我們如果進入台北市議會 跟我們在高雄的有一個共同證件 跟我們在台南的共同證件是 我們要利用 我們現在 在城市自治允許的範圍裡面 打造一個相對 讓政治選舉更公平的 在台北可能目前還好 你知道在高雄 要選舉的人要掛多少看板嗎 我們怎麼能夠允許 有錢的人一直掛看板 我有一個日本的政界的朋友 來找我的時候 他跟我說 那個東西就是有錢人 你們在台灣 就有錢人才能夠當選 所以我們有一個那個 政治可擊的一個 全國性的共同證件 這是我們階段性一定會推動的 如果我們有進入各地的議會 就是我們要利用城市的自治條例 如何讓我們的選舉的過程裡面 更加的公平 因為我們目前的選舉 事實上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所以那個在高雄 我們那時候書寫的那個 這個選舉公平就是說 以南部來講 高雄台南 我們就是一定要禁止 或者說那個 如果未來候選人 要刊登這個所謂的那個 刊版的時候 或張貼這個poster的時候 他應該要學習日本 效法法國 他要有一定的size 跟一定的公共空間 讓每一個候選人至少立足點平等 那為了要達到這個所謂的選舉公平 其實這可以讓台灣接下來之後 未來的有志從政的 有改革熱情的年輕人 更容易親近政治 這是我們的讓政治可擊的一個共同的 全國性的一個共同政見 這在台北市也會提這個東西 這是我們的那個共同政見 就讓政治可擊的部分 那這部分是 我認為應該是激進率先提出來的 但是提出所有的政見 我們還是必須要清楚的知道 上次2014年我們在高雄提的政見 都被抄去了 但是大家都不會實行 所以政見後來都發現都差來抄去了 但是我們這個東西 如果大家願意抄共同來推的話 對未來的那個政治的發展 對台灣未來的民主深化 其實是非常大的一個幫助 鼓勵大家抄襲 OK 還沒有那個媒體朋友要提問 你好 我六度春秋 蔡松柏 我想請教一下 你們請問三位候選人 你們對柯文哲市長或朱立琳市長 在市民服務上有沒有什麼比較不滿意 或是未來你們當選議員以後 你們希望可以用力監督的地方 好 謝謝 因為我的選區是在士林北投 所以我會針對柯文哲市長做一個回應 那針對柯文哲市 剛剛記者朋友問的問題的話 我是覺得說 台北市市長柯文哲 他其實從他預開 我對他本身是很失望的 因為他從他一開始打著政治素人的這個名號 但他其實從他入政之後到現在的表現 他其實做了非常多失言的事情 那很多事情他都沒有做到 儼然已經變成了一個全謀政客 那我覺得現在過去的政客還有民意代表 在處理台北市的市政的時候 其實都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偏向於財團化 那在他們過程 為什麼會偏向財團化 就跟他們在選舉過程中 就已經變質產生了關係 他們就像我們剛剛都說的 我們剛剛的理念就是要讓政治可擊 如果大家在選舉過程中就花大錢 那你之後你這樣選之後 當然你是要為誰服務 但是會給你金錢的金主服務 你就不會為人民來服務 那我覺得過去的民意代表 包括柯文在市場都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在如果我進入市議會之後 我會針對這個部分再好好的監督 那我們激進黨也是用我們政治 讓政治可擊的這個理念 來去改變這樣的政治結構 因為激進是一個唯一把黨部 設在高雄的一個台灣的政黨 就是說有在活躍的政黨 所以我們在高雄就是說 派出的候選人當然會比台北多 但有一點我必須要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說因為印心 因為剛才印心在講 就是說印心上次因為世大運的事情 他也有被拉扯也被 就好像被抓還是抬走 那還有一些我們的朋友都被抬走 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未來 就是說因為選的是市議員 所以在城市的那個自治的範疇裡面 其實都可以允許的 比如說高雄已經確立下的 確立的一個模範就是 未來的國際賽事 其實所謂的奧會模式 只有急於運動選手跟場上 不急於觀眾席 但是台北市上次他把奧會模式 整個那個急於整個我們的觀眾席 在高雄市長如果你去看那個花媽的 那個新內化的那本書裡面 就可以知道說 他們其實在2009年的高雄的市運裡頭 已經確認了奧會模式不急於觀眾席 這個東西是在城市可以做到的 所以未來如果我們可以進入議會的話 這一點我們一定會 會在整個城市的允許 以及議會的整個監督之下 要求寫進這個自治條例裡頭 未來的國際賽事的舉辦 否則你舉辦國際賽事在宣傳中華民國 或宣傳你作為一個Chinese Taipei 中國台北這太荒謬了 這根本對台灣的國際能監督沒有幫忙 只是再三的強化台灣是屬於中國的台北 這是我們不允許的好不好 高雄打下的這樣的一個推進的一步 被柯文哲往後拉 這不允許 就類似這些東西 所以為什麼基進它會用一個 所謂它會有全國性的政見 這是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基進它是一個 有全國性政見的一個政黨 OK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理念性的政黨 所以我們全國性的政見化作地方 來進行實行好不好 OK 我是新北市的候選人 我叫張淑婷 因為我自己在新北市生活這些年 我真的對於朱立倫市長 到底對新北市做了什麼具體的建設 我是非常無感的 但是我覺得這是台北媒體資源中心 非常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們會看到許多的重大建設的時候 我們的朱市長他會出席去做剪彩 可是這個剪彩過後 這個建設它到底後續有沒有效 對這個地區它到底有沒有真的後續的去執行 我們會發現基本上是沒有看到效果的 那因此如果我當選市議員之後 在這一件事情上我會做加強的檢督 我希望市長他不要再只是一個剪彩的市長 他是可以真正落實的市長 那同時我也要講一下 這一次國民黨他在新北市可能推出來的候選人 侯友宜先生 正是在黨國時期迫害台灣人 迫害正男人的爪牙 我個人覺得你身為台灣一個政治人物 你最基本的要件就是你所有的政策出發 你應該要以台灣的利益為利益 以台灣人的利益為利益 站在台灣的主體去為台灣人去做爭取 可是如果今天國民黨他推出來的這個市長候選人 他是曾經破壞台灣人的人 這樣的政黨值得支持嗎 我覺得這是大家需要思考的地方 謝謝 其實在做選議當中聽到很多記者的聲音 就是說 柯文哲市長他之前選議前跟選議後 他的講過的政經 講過要處理的事情到現在都完全不同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說出一個兩岸一家親 台北是中國挑戰這個事情 這對一個政治文化的創作是不幫助的 就是說我們不需要中國給大家的束縛 再來我們從南港來講好了 南港聽到的聲音是說 這個東區門戶到底有什麼清楚嗎 對南港在地有什麼幫助嗎 有什麼樣的 阿伯有發生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有想到嗎 有去解決嗎 我們就率先去擔任的幾位嗎 所以這個事情都是要去智慧去感動的 知道 有一個事情 大家也知道 就是說我們雙北捷運 有一個套票 但是對我們來歐 民眾來說 我們需要的是高運量 高存在高運量 這其實在去捷運進行 這就是來歐人民的聲音 但是為什麼沒有做到高 這也是我們主要還要繼續去解決的事情 我覺得很多事情都是我們已經都已經受好了 就是說我們要去倡議 我們要去感動 我們要去提出 要把人民的聲音 帶入議會 我們帶入議會來感動 謝謝 剛才小禎說的這個 我再補充一下 這怎麼是我們全國性的政經來的化作地方實習 因為 過去前一陣子 民進黨籌算趙天靈 他拿出一個東西 就是高雄深圳論壇 什麼時候我們 開記者會 蓋民進黨籌算 反對趙天靈 今天有一點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主張 就是臺灣政 就是川普總統 其實開始掌管兩岸政策 那他政可以做的就是 他承認 所謂的那個 九二會談的這個歷史事實 但沒有所謂的九二共識 這個東西 其實中共後來他的統戰 那個整個手法 他改用城市做包抄 然後單點用城市的首長 尤其是六都來做那個 所以延續著過去 中國國民黨 那個馬英九任內 他很多的兩岸的各式各樣的交流的論壇裡面 然後在台北地區是那個 台北上海論壇 那我的意思是說 台北上海論壇 為什麼要花公堂去做這件事情 這花柯文哲自己私人的那個 還是花公堂 為什麼台北市民願意接受這件事情 所以接下來 如果我們在各地的那個 那個城市縣市議會 如果有在裡面的話 我們的議員在裡面 我們是不允許 我們的縣市首長 自己去做所謂的 用城市單位 做單位去做 中國的交流這件事情 突破了這整個那個整個防線 讓蔡英文在整個監守這個 整個九二公司 抗拒九二公司的這條防線裡頭 開出了這個整個後門 因為這是中國的統戰的那個整個的一個新的手法 所以在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也會做相關的那個 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說對中國的部分 就我們的共同政見裡面有很多 我再講一個東西 你們有沒有想過 其實台灣其實可以做人權城市 那台灣的所有的政府採購 以中小學的那個整個制服 百分之七十以上 可能八十喔 可能都Made in China 但是它到底有多少 所謂的Swashow Labor 這些其實都是違反所謂的勞動人權 那台灣這幾年非常在意勞動人權 所以我們在整個城市的整個政府的 這個城市政府的這個整個採購裡面 難道不能夠將人權的這個所謂的那個 這個標準放進我們的政府採購裡面嗎 如果有的話 如果可以的話 那我們為什麼一定要跟中國的這個整個廠商 來進行採購 它或許可以跟東南亞 也可以配合政府的那個整個東南亞的相關的外交 這其實都是我們的那個整個全台灣 在書寫地方的共同的政見裡面 即將會去提倡的東西 OK 謝謝 其實那個 時代力量整合的那個問題應該是說 因為現在好多小黨 它有那個激進 它有那個社民黨 它有綠黨 它有那個整個時代力量 那這些小黨裡面呢 大部分其實都是活躍於318之後 那激進當然2012就開始在高雄 只是在台北比較有知名度 然後整合破局這件事情 其實要分兩個城市 第一個 激進之所以選擇南台灣 作為主要的那個做我們的中央黨部 作為主要耕耘的這樣的一個那個地點 其實就是一個整合的概念 我們讓北部 讓更多有黨 在北部有發展的空間 或者說成為他們耕耘 他們正在耕耘著 好 南部這一塊欠缺的部分 就由激進從南部開始進行耕耘 所以這其實是初步的整合 所以有一個分工的概念 你有沒有發現 就是說激進跟其他的第三小黨 其實有一個分工的概念 在整個那個政治戰場裡面的選擇 其實就在進行分工了 第二個部分是 來自於說 所謂的整合的那個部分 其實在台北市的整合裡面 我們都抱持著開放的態度 包括我們跟綠黨跟社民黨 其實都有談過 所以後來有一個初步的共識 我們在台北第一波 你有沒有發現 台北雙北 是我們所有縣市裡面 最保守提名的地方 為什麼 我們在高雄提五個 我們在台南提三加一 我們在這裡提三個 雙北提三個 為什麼 這就是我剛才講的那個東西 我們讓我們的有黨 在台北地區 這是他們主要的戰場 我們尊重這裡頭 做為他們主要的戰場 但是激進做一個相對 認為台灣應該要催生出 比民進黨更本土的 第二個本土政黨的 這樣的一個力量的聲音 在台北不能夠缺席 所以我們選擇了幾個激進 可以入政跟發聲的地方 然後整合最大的矛盾 應該不再激進跟他們 反而是可能是其他的 像社民跟時代他們遇到 好像遇到衝突 會更深一點點 對 所以這個部分沒有 然後反而是激進跟那個 跟那個時代的整合 現在比較大的問題 或合作比較大問題 在南台灣 因為他們過去在南台灣 比較沒有存在 可是他們這次在南台灣 我們提名的地方 他們也都要提名 反而這個衝突性比較高 對對對 你不要跟時代力量搶天然毒的票嗎 天然毒的票 不會 我們跟時代力量不太一樣 天然毒這句話跟我 你問沈青凱就知道 跟我可能提出來有關 就是說 我那時候講台灣獨立 台獨其實只是一個天然成分 後來就被用成天然毒 這個不太好 OK 後來我都改口叫天然台 也就是說 台獨 台獨運動 大家都說天然毒 現在獨派 後來有我們的民視就走掉了 不然他們那個 我們民視的那個 應該是營造業的那個董事長 郭貝鴻先生 他在推動喜樂島聯盟 為什麼 因為有很多的前輩認為說 這既然是一個天然毒的一個時代 可是為什麼 台獨運動卻停滯不前 所以我們認為 這不是一個天然毒的時代 這只是一個天然台的時代 台獨是要進行實踐 我們要搶時代力量的票嗎 我們要搶時代力量 應該不是搶時代力量的票吧 應該是說 那個別人搶 我舉個例子 在那個高雄的時候 我們出來選的時候 有很多民進黨或一些綠色的朋友 他會說你們是不是搶了民進黨的票 我說不會吧 如果我們比民進黨更本土 理論上是他搶了我們的票 如果我們比 假設比你剛才講的政黨 更本土 更真的是要把台獨做一種實踐 化作我們的政策裡面 來做實踐的時候 理論上不是我們搶他的票 是對手來搶我們的票才對 OK應該這樣來問 好不好 這個 在我們角度來說 可能想法有一點不一樣 對台灣未來的整個 走向一個新共和的路徑 有不太一樣 比如我舉個例子好了 民進黨有台獨黨綱 我們叫他本土政黨對不對 所以民進黨裡面 有很多人要把台獨黨綱修掉 那激進黨有三大主張 第一個叫政治民主化 第二個叫主權自主化 第三個叫社會自由化 你去看他的論述裡面 這三大主張就是我們的黨綱 OK 我們用三大主張寫我們的黨綱 時代力量的黨綱 我現在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你問我說 對 跟他搶獨派的票這有點 如果你說我搶民進黨獨派的票 沒錯 因為民進黨你有台獨黨綱 卻不實踐 所以我要搶你的台獨的票 但時代力量 我要搶他的什麼票 或者說他比較不 因為我還沒有看到他的黨綱 所以我不知道 也沒有辦法來回答你這個問題 對如果我看到他 他黨的那個書寫出來 說OK 那我就可以判斷了 他目前看不到 那我可以清楚知道 我黨 都已經寫好了 所以我這個部分 我倒是可以說 我黨的部分 對 我基本上 我還是支持 就是說 如果你講時代力量 這四個字 我跟Freddy非常好 我跟慈雍非常好 我跟高露非常好 他們三位 他們三位我們都會常常打電話 或者是聚會吃飯聊天 時代力量 當初是Freddy跟慈雍他們組成的 我其實是一個比較是後來進去的 那黃國昌是看到整個鎮都在了 那他就進來 當然很多人說他是個收割者 今天就看到他收割的這個 他的優點 這是他的優點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是不是支持時代力量 我當然還是支持時代力量 可是任何人只要是 國運昌榮黨的一部分 我說對不起 我說 如果你是時代力量 你基本上 你會對台灣有一份疼惜 你會台灣的其他的一起打拼的人 你會有一份疼惜 在這種疼惜下面 你就不會搞出 像現在的那個時代力量裡面 那兩個頭頭 一男一女 他們用了這麼多的策略 他們用了這麼多的 像剛剛我聽到了一些部署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在一個所謂的奪權的一個概念上面進行 他其實到最後 他們 我相信他們只是為了自己的權利 就好像為什麼我決定要退出來 因為我覺得 我跟我合作的這些人 如果我貢獻的越多 他們收割的越多 如此而已 所以我不要 我如果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我的時間真的非常的緊 我有太多的創作要做 可是我對於台灣的感覺 一直是我決定要做政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這也是為什麼 我很早之前我就認識 他們兩位 我是說一心跟小蕭 就是那個陳慧 我認識他們這麼久 所以我知道 在一天到晚跟他們聊天 我知道他們對於台灣的一個藍圖是什麼 當你手藍圖的時候 我看得出來 我看得出這個東西是對台灣好的 所以當一心 當他就說 他剛剛講他們的黨綱 我說這個我聽了很久了 所以我知道說OK 這個東西 如果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我跟時代力量 基本上現在沒有什麼關係 可是我現在用我的全部的力量 我要幫助其他的一些小黨 例如說激進 就這樣子 感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那我們記者會的時間 今天到現在就差不多要結束了 再次謝謝大家的歷練 也希望在這次的選舉中 大家共同打拚 然後共同為台灣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 謝謝